这班达克发什么婚呢 他自己出来说 美国为什么招这么大的嫩呢 都怪中国人 中国人储蓄率太高了 因为中国人有钱 所以我们都向你借钱 现在捅着漏子 不好办了 有这么说的吗 我把钱给花多了 就愿你把钱借给我了 是吧 这在逻辑上大家输不过去吧 你犯的错误 你自己搞的泡沫捅了这么大的窟窿 你怎么能怪中国人的储蓄率高呢 中国人储蓄率高有中国人的缘点 人家家有钱跟你两回事 如果你一定要拿这个做理由 那么最近我在跟媒体讲 我说很清楚啊 版纳克的意思说 你中国人以后千万不要再借钱给我了 恰恰想向中国人借钱的 就是你意思的版纳克 你想找人去借钱 还说就是因为你钱多你害了我 那好我不借啊 所以说像中国人要两千亿 首先自己就把自己的理论基础搞错了 那么现在如果说 这个拿这些钱是卖的股票债券 那么平常美国的国债券 随时没变 面值一百块钱 卖九十五块钱没问题 大家钱 世界中国都要买 那么平常呢也就卖到一百个亿吧 一百个亿 现在一下子要卖八千五百亿 那么债券的价格是怎么决定的 你那个Face buyer是一百 我给不给一百 大家一看 不行 大家憋人 憋到最后呢 也可能是八十也可能七十 那么你发了八千五百亿的债券 真正拿到的现金是多少 有没有五千六千 五六千亿能救这个大系统吗 救不了不是还得发吗 那么跟日本天油战券一样有没有 那就回到日本那个 你拖生拖生点 何况你这个钱 你发几年的债券 到时候要不要还呢 你又还的时候又怎么办 那么现在还有人说 干脆由这个Federal Reserve Bank 用Open Market Operation 公开市场操作 我全部吃进 我给你现钞 可以 这就是货币增发 那你一下子印八千五百亿 等于对美国人每人头上加三千亿现金 美元将如何反应 那么发钞票有没有安定呢 有啊 俄罗斯呢 1990年苏联崩溃 他不行了 他就发印钞票 使印的结果怎么样 1991年我到波斯科去 莫斯科大学的教授来接待我 我问他 我说你现在工资多少 他说三百多卢部一个月 普通工人二十五卢部一个月 所以他比普通工人高七八倍 94年的时候 我再遇到这位教授 我说现在你工资多少 他说不好意思跟你说 我现在生活水平下降了 但是我名义上的工资 每个月Four Million 还没想到台北 那你加了一批 那我离开了 动工资 新养的工资 新养的工资 也没想到 一起来